吸手,其實最重要是如何控制對方的手 這上次上課您提過 那控制對方的手最重要是如何把範圍縮小 所以你比較好控制,比較好操控 去做你自己想要做的動作 你越能吸住黏住對方的手,你越安全 那還有另外一個很重要的概念就是來流去手 什麼是來流去手呢? 就是說當人家動力的時候 你可以順著人家的力量借他的力量來反制人家 或者是這個人拉手拉我的時候 我就很容易用他的力量反制他 譬如說我往上的時候他在攻擊我 我又再往上刺住他 這種就是很基本的來流去手 用他的力量來洩他的力,產生這個動作 對不對? 我一打,我發現他的力量一來 用他的力量把他的力量送往過去 我就有了 對不對? 當我一打,我發現他又有力量 把他留下來,進去 這就是一些基本的概念 加到七手裡面 讓你的七手就會比較活一點 謝謝 你